给我一个赞 订阅 分享我 假设结婚 结婚你去参加婚礼 或者你自己是其中的主角 肯定会听到这样的音乐 这就是新娘的爸爸 要牵着新娘来去走到 这样的一个地方以后 要交接 任务交接 给新郎的那个状况 这个美的 再加上穿的新娘的礼服 就是让人家非常感动的 那个画面 那这个到底歌曲的背后 是从谁来做这样的一个歌曲 大家想到可能会觉得 好像这个很严肃的一个人 华格纳 德国的作曲家 指挥家 19世纪非常重要的一位 音乐大师 艺术大师 他的一个作品叫做罗恩格林 这个歌曲罗恩格林 他把这样的一个 刚刚提到的那个结婚进行曲 我们跟大家讲一下 他的一个内容是什么样 就是这是爱莎公主 爱莎公主 有人谣言说他杀了他弟弟等等 造成这个动荡不安 也危及他生命 所以就有一个 一定有公主有问题 那就王子要来 他这一个倒是不是王子 是一个骑士 叫做罗恩格林 那罗恩格林就来了 你看他歌曲里面 扮相都是很俊俏的 然后有他的鹰挺的那一面 果真就很有说服力 然后罗恩格林就来救这个爱莎公主 那救了爱莎公主 后来就 大家就非常开心了 后来就要结婚了 然后要乘这个天鹅船等等的 那样的一个情形 从动荡不安到 变成要谱下那样的爱情的 这个曲子 那要结婚了 要结婚的时候 这个罗恩格林就跟那个爱莎公主 有两个人有个默契啊 就说你不要问我从哪里来 你不要问我的身份是什么 为什么需要这样子啊 待会再跟大家解答 那好 要结婚的时候 这个罗恩格林就把这个 刚刚结婚进行曲那个 混声的合唱 四部合唱 做成那样的一个 让大家可以感受到 印象非常深刻的音乐 我们听不太懂 听不懂德文啊 但是你听到那样的音乐 就算那个歌词内容不了解 还是觉得那个圣洁 还是觉得那样的一个 先前非常舒坦快乐的一个感觉 好 那于是 罗恩格林就跟这个爱莎公主成婚 成婚以后的结局怎么样子 这样子 后来还是分开 为什么分开 爱莎公主有一天 这当然不是爱莎公主 问她 你到底是从哪里来 你为什么不告诉你 我的身份 你的身份是什么 这个罗恩格林就跟她讲说 难道这个爱情 连基本的信任都没有吗 那我们只能选择那样分手吧 那为什么她不告诉她身份 因为她是圣碑其事 圣碑其事要保守她秘密 你不能泄露出她身份 好像你是哪个情报局 或者CIA 这个MI6的 不能随便跟诊编人讲 你是CIA的人 MI6的人 反正歌剧是这样写的 谢谢大家 记得订阅分享哦